第四脉轮 新轮 一个核心 是平衡静止的中心点 新轮是情绪反应的直接中心 被某件事触动 很快出现内心的感受 今天小麦就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下如何开启新轮 新轮标志着中间点 下方有三个脉轮 上面有三个脉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脉轮 因为它是我们的爱和联系的中心 在这里 你超越了较低脉轮的界限 进而更加意识到生活在灵性道路上 爱从你身上流过 你是和平 快乐 富有同情心的 你的行为不再是自私的 而是通过帮助别人克服痛苦来激励他们 透过你的心轮 你能够调频进入宇宙之爱 超越分离的经历 还有体验跟神性 灵性之道 天使们和养生大师们直接连接 而他们在你的道徒上一直支持着你 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 画面等外在因素扰乱 瞬间波动不安 紧接着就会出现各种行动 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觉察和看到 就会形成一种自然反应的习惯 比如你最近工作状态不错 业绩做得很好 受到了公司领导鼓励 还发了很多奖金 你很开心 想带家人在外面好好吃一顿 周末出去玩两天 并且计划了游玩的行程 可是一回到家 孩子怯怯的跟你说 考试成绩下来了 要家长签字 你一看成绩考得很不理想 顿时暴跳如雷 刚才的好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你会非常愤怒的责怪孩子没有好好学习 还会怪罪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扰乱了你的计划和性质 你越想越生气 正这时老公回家了 见你正训斥孩子 就上前劝你说 这回考不好 下回努力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觉得老公不理解你的想法 也对孩子的成绩漠不关心 又很快把矛头指向老公 对老公又是一通埋怨 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自我觉察的练习 这种180度情绪大反转的戏码会经常上演 但是如果你不急于做出反应 而是很快觉察自己 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情绪反应时 你会通过情绪更深地认识自己 发现习惯性反应的根源 作为冷静和清醒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 这次考不好是不是哪些知识点没掌握好 没关系 我们一起想办法攻克这个难关 对孩子的鼓励和信心的建立 其实比考试成绩本身更重要 可是大人往往习惯于通过施压的方法 让孩子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孩子因为对父母的爱 无法满足父母的需要时 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也会对学习失去信心和热情 那么回到夫妻关系上 当妻子觉得自己的老公对孩子的学习成绩 莫不关心 会觉得自己的用心是没有被看到的 自己的感觉是被忽视的 于是立即就会对老公愤怒 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内心一直潜藏的创伤感 这种创伤感多来自于儿时的需要 如果对自己深层的内在没有觉察和没有看到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并周而复始 期待有一天你愿意已经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 去看到自己习惯的动作和思维背后的动力 心轮是你连接天堂与地球的地方 是治愈理性与情感 灵性与物质的中心 当你的心轮是平衡跟打开的 这会帮助你在每件事情之下看见神性秩序 这会帮助你透过爱的镜头去审视你的人生体验 还有提升较低的震动能量跟体验 因此你能活在跟爱 慈悲 和平跟平衡协同中 在心周围筑起的墙是由恐惧所创造出来的 关闭的心轮会让你感到疲倦 能量损耗 防御 批判的 还有感觉生命是困难的 如果你的心是关闭的 你可能会对某些观点 某些人执着 因此你可能会感到是分离的 孤立的 还有害怕去放手 好消息是关闭的心是可以打开的 心墙是可以拆下跟瓦解的 痛苦是可以释放的 神性挚爱和至善是可以恢复 而成为你经验的基础 19个打开你的心轮的方法 1.找时间到户外 调频进入大自然的疗愈力量 2.请天使们协助你释放恐惧与苦痛 打开你的心 还有调频进入更多的光与爱 3.大声说出或写下肯定欲 我爱我自己 我认同我自己 4.专注在你心的中心 当你呼吸时放轻松 观想在每个呼吸间 心的中心闪烁和充满更多的光 5.练习给自己更多的爱 更多的滋养和关照 6.让自己调频进入宽恕的能量 为你自己 还有放掉过往别人曾经伤害你的痛苦 7.让自己自由地去爱 真诚地去爱 不去期望任何回报 8.调频进入感恩 9.练习瑜伽 使用咒语 练习气功 让自己活在当下 让能量留结你的存在 放下所有阻碍心的事 10.跟天使一起运作 将过去的痛苦释放 在此刻去做改变 把情绪的伤治愈 11.其请圣母玛利亚 协助你治愈和打开你的心 让心打开 去看她的协助是如何发生 12.让泪水流下 让痛苦跟着泪水一起离开 13.全然彻底地专注在爱这个字 想着每件事关联着爱 让爱这个字的振动 开始去扩展你心的中心 14.请请天使将爱注入你的振动 帮助你去了解神性之爱的真正含义 15.不管任何情绪或是回忆出现时 做深呼吸 16.允许你自己追随你的喜乐 用自己的方式将更多的欢乐跟爱 带入你的生命中 17.练习调频进入接受的能量 这并不是说你要喜欢或是认同发生的事 只是接受 透过接受让事情变OK 18.在此刻处于当下 让过去让它过去 让未来存在于未来 你的力量还有所有宇宙的爱 在此刻都可是你可以运用的 19.在你的内在跟周围寻找爱跟至善 当你设定要打开心的意愿 整个宇宙会协同你 让它成真 发出你的意愿 用开放的心 你会体验到更多无法克制的爱 还有满满的祝福流进你的生命中 做得舒服 闭上眼睛 将您的意识带入您的心脏中心 您的爱和慈悲的源泉 想象一下 想一想或者感受到一颗翡翠般的绿色 从你的心中散发出来 闪闪发光的绿光向各个方向照射 呼吸到这个空间 感受心脏周围的光线越来越宽 在这里感受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 感觉自己扎根 开放 同时唤醒精神 现在你已经意识到你的放射 富有同情心的光 从你的身体移动到世界 把你的注意力带回你的心脏中心 如果你发现任何发送不适的感觉 然后护送它远离你的心脏 当你护送那些可以伪装成伤害 羞耻 责备 愤怒 或缺乏宽恕的不适时 感谢它的信息 便让它知道 它现在可以走了 在心脏中心出现的每一个不适源 都会重复这一过程 直到你只留下轻盈和轻松的气息 你会知道什么时候 你已经放好了所有东西 因为你的心会感觉更轻 好像从胸前抬起一个大的重量 感觉现在呼吸是多么容易 现在你的心灵清晰 充满了无条件的爱 让这种爱流入并充满你的心灵空间 感受这种爱的温暖和膨胀 让自己接收 让自己感到脆弱 并对这种你值得拥有的伟大爱情 持开放态度 每一次呼吸都会成为爱的容器 爱流向你并通过你 在这一刻你甚至可能感觉到刺痛的感觉在你的身体脉动 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已经提高了你的振动频率 坐下来感受这种感觉 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它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坐在这个沉默的冥想中 然后睁开眼睛 然后慢慢恢复活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心轮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想知道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